花莲的祖爱之家位在秀林乡 是提供乡内不少弱势家庭孩子 一个安生立命的地方 而在历经零四零三地震之后 园区内的各项机能受损 急需要货柜屋的使用 而在13号国际狮子会 彰化爱心狮子会 以及爱树家狮子会 特别来到了祖爱之家捐赠货柜 他的功能能为暂时放正后的班前物品 而后将会改为提供学生兼具学习 反读活动的教育用途 同时也特别感谢狮子会的帮忙 让他们能够度过难关 祖爱之家凯学园少年众土之家 成立核心家事以基督信仰为中心 结合实施小家庭生活模式 帮助心灵受创及诗一无助 儿少重敬心灵提供正常家庭正常的关系 借以协助弱子儿少健全能格发展 家园已成为社会所用之人 除了之家再修林乡 是提供乡内不少弱子家园的孩子 一个暗生灵敏的地方 历经了离四零三地震之后 园区各项机能受损 急需要货币物来使用 三零零第一万区 吉士福 用心传传 二三二四 团结一致 求求求啊 国际私职会 三零零第一万区 彰化爱心私职会 爱术家私职会 来到此地捐赠货柜 它的功能为暂时放正后搬迁物品 而后将改为提供学生经济学习 反独活动的教育作为用途 来自国际私职会三零零第一万区 历属彰化市 那我们今天感受到我们 4月3号花蓮这一次的震灾 这个地震 对花蓮带来很大的影响 那我们私职会本着人道主义 我们就发起我们的 分会里面的所有小额监款 所以说我们坚证了几个货贵屋 让大家的家也能够暂时安定 过着平常的品质 那我们也竞争一些物资 给一些需要的人来用 那当然我们是只会阐述 人道主义大爱的精神 希望能够抛砖引力 能够带领所有的私有 甚至我们所有的百姓 能够来响应 我们对我们这个灾后的重现 大家一起来努力 但是后续有很多很多私有 其实真的是占了第一线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来到我们的主爱之家 因为大家都知道主爱之家 它是一个基督信仰的 一个为中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基地 那这里都是安置一些家庭受创 等等的一些青少年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主爱之家 这几年在教育的部分 让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引导他们 步入正会 那真的这次的连结 也连结了我们的私有们 能够来协助他们 我想这是相同所应该要做到的地方 这一段时间 04、03的开始 我凌晨来到这里 到现在我都没有休息 还有就是台风的风灾土石流 我非常感恩感谢 最感谢的应该是说 我们的施责会的私有 赵乃惠跟我们的主编朱立会长 引荐了我跟何总监的认识 他们这么多个 三十几个分会的会长 以及其他的私有 因为他们的启发 所以带动所有的私有来协助我们 在这呢 我深深的感谢大家 国际实惠表示 希望透过正式经济活动 在舒缓凯歌原地争之后 也让学生们了解国际实惠 善行欲举 将来有能力的时候 继续制造延续善的循环 让你修理更加幸福 记得请问学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